這個今年三個月期間 大聲鄉遠海地区的民眾 發現這個頂竿帶有大量的蚵仔 如果說這個素量很多的蚵仔 也比這個漆的蚵仔 都還大上一杯至兩杯 所以很多民眾的客人出來 也發現真的有很多餐廳生蠔一樣大 經過一個月的民眾 這樣來求素量是有淡過減少 但是這個蚵仔一樣又很大顆 這年大的蚵仔都是為大聲鄉頂竿帶 因為青菜一顆就有 所以很多民眾都很少去帶 經過一個月的 這個頂竿帶壓性蚵仔的素量 雖然有減少 但是認真帶有的 要是可以帶到十多公斤 帶到民眾有的是找到市場來買 有的是送給親家朋友 你去看了 你一塊吃菜 這不必吃 你怎麼點精毒 這牛筋帶到 relate 這只 Dance 這樣好大顆 這真的很大 這麼大 你要打開這樣熱嗎 那就真是很大顆 還有我想穿這麼大顆eng Strateg戳出來了 那是收到 好潰 不高潰出來了 你若我拖你都拖开 这些蚵子的素量坐到驾人 现在吉林地区四周年的市场都可以买到 减少是欲好的每代金100块 没有欲好的蚵子全是40块到50块 这各位民众都说赞 因为真的吃到这么大粒的蚵子 不过要去买蚵子的民众 要注意大体调的时间 偏面发行以外 重视新闻小明开 综合报到